刚出生的小不点,怀孕24周产下袖镇婴儿,小不点的腿,极有成人手指大小,宝贝立即送到儿科的重症监护士,坚强小米出生便开始闯关,小不点的脚掌,小米只在妈妈死宫里待了24周零五天,便在儿科重症监护士里,与医护人员一起,开启了闯关模式,护士给宝贝取了个小名,小米。 这个名字在医护人员中传开,为什么要闯关? 燕玲解释说,由于心伤儿体重太轻,把育不完全,小米必须将呼吸关、感染关、营养关、黄胆关一一闯过,才能真正的存活下来。 小米刚到重症监护士的时候,还没有自主呼吸,医护人员必须得在第一时间提供解决方案,帮助其有效呼吸。 因此,医护人员为小米使用了有创的呼吸机,并且进行了齐静脉治管,药物和营养物通过齐静脉,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小米体内。 这也是渡过呼吸困难关的必经之路。 同时,医护人员为小米模拟建造了一个子宫环境,让小米有一个扩度的过程。 两周后,必须拨掉起静脉治管,进行静脉周静脉治入中心静脉导管。 这根导管从小米液静脉治入,一直治入到上腔静脉。 由于小米实在是太小了,脚血管就是个技术活。 这条导管伴随了小米两个多月的时间。 随着小米情况好转,医护人员又改用无传呼吸机辅助呼吸。 从而减少小呼吸的感染发生率,同时减少气管插管,对患儿的不良刺激。 此外,医护人员还对小米进行了母乳口腔免疫疗法,和口腔吞咽功能训练。 把母乳涂到小米的口腔里,帮助小米吸收母乳里的益生菌,帮助小米提高抵抗力,同时也让小米有一个吸水力的锻炼。 回到妈妈怀抱小米即将出院,经过三个月的救治,小米转微为安,体重由最初的585克,长得接近两公斤,每天吃奶达到370至380毫升。 各项检测指标正常,小米终于可以离开重症间护士了。 50天,小步点长大了,对于小家伙的成功救治,儿科副主任陈胜贤的很欣慰。 他说,这个新生儿是自己科室抢救存活的胎龄最小的一个新生儿,在重庆市而言,已知的比这个小家伙儿胎龄更早的不多。 他处在一个孕中期,还没到孕晚期这样一个阶段,他最大的难题就是个大器官,像呼吸系统,神经系统,循环系统,消化系统等发育不成熟。 56天,小步点长大了,重庆买报曼新闻全国爆料运线,023966988。 And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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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